省府宣布將增加5,000萬撥款 用於新的溫哥華美術館 由四位原住民藝術家參與設計建築外場 將會成為賓斯省文化和旅遊的新地標 留言為講 新溫哥華美術館的建築外場 是由Sailish海岸藝術家Dabroth Barrel等 四位原住民藝術家 聯同瑞士以及溫哥華兩間建築師事務所 共同合作設計 原住民藝術突出促進和解的主題 並且收藏家拿大著名藝術家Emily Carr 的重要作品 也會成為北美壽間最具可持續性 以及哲人環保理念的美術館 Anthony表示美術館是一個多功能設施 集劇院、圖書館及研究中心 藝術家工作室、原住民社區空間和藝術教室等於一身 每年將為超過9萬名學生提供服務 預計將會創造約3,000個建築職位 和1,000個旅遊業永久職位 賓斯省府早於2008年已投放5,000萬 興建新溫哥華美術館 現時總投資共1億元 新時代電視留言為報道